请坐 赵大人 请问大家光临有何要事啊 四叔 我有一件私事相求 请说 四叔 我是来提亲的 我对周莹 一往情深 您现在是吴家的长辈 我希望您能够成全 这椅子搬去校长室啊 这是教室的 这是教室的 好 春信 这是先生房间的 先生的房间 好 大哥 我正要去找你呢 好 我们女子学堂 还缺块门笔 我想找你来写 你自己写就得了呗 我那次见不得人 你的字号 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别退辞了 春信 快准备纸墨 好 走 来 真好 写得太好了 我这就叫人去课程贬区 你等等 对了对了 我们学堂定在初一开学 到时候你一定要来 而且得串建你的总督官府来 这样我们学堂才有面子 以后我们招生 也不会这么辛苦了 好 那你刷定了啊 你是有什么事情和我说 没有 你先去忙吧 行 春信 来了 来 没打招 来 打奶奶 打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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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孙子真能啊 你不出私审 周盈 周盈啊 那个春相 你去把那个淮仙 带到一边玩去 我们跟周盈有点事要说 好 快去 去玩去 快去吧 要不我们去屋里坐 不 不来 去吧 不用了 就这吧 行 坐这吧 行 好 来 快去吧 来 郑阳啊 赵白师今天来找我 他是到我们老五家 来提亲的 他希望能够娶你 啥 你说什么 这事如果放在以前 不管是什么巡抚总督 我一定是一顿棍棒香家 把她打出去 可是现在不懂了 世事大变 寡妇在家 已经不再是一件 生风败俗之事了 再说这么多年 你对我们吴家是呕心理学 我们再拘着你 那显得太不厚当 而赵大人对你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呢 只是我和你私事商量了 我和你私事愿意成全 周平啊 这十多年了 你的苦啊 我和你娘都看在眼里 我跟你娘说了 她让我转达给你 赵大人是个好人 嫁与不嫁 全由你自己做主 她绝不都说一句 这 这咋了吗 周平啊 你要是顾及以前 在老吴家祠堂里 说的那些誓言 这个我来担着 这修书我都写好了 我跟你娘都在上面 签字画压了 周平啊 从现在起 你不再是我们老吴家的人了 以前的那些誓言 也都不再作数了 四叔 你这是 周阳 你自由了 孩子 嫁了吧 别再一个人呢 在这世上孤单着 哦 这 这 这怎么了 啊 啊 怎么不进去 我还没想好 你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你不是一直都很烦我吗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我觉得 可你没有觉得后来 我越来越欣赏你 越来越敬重我 越来越爱你 大哥 我希望以后 你不要憨我大哥 你偷正式的银子 我打了你板子 从那个时候起 我对你的心思就不一样了 东元被袭击 你被绑架 我心机如焚 但并不察觉 自己已经沦陷 直到你被韩三春 掳进了山寨 我才突然间发现 我已经不可救药地 爱上了你 因为礼法 因为时速的眼光 我虽然爱你入骨 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今天 天下已经大变 祖宗之志 已成为稚固 唯一不变的 是我想保护你 照顾你的心 大哥 我知道 你一直都对我好 但是我从没想过你对我 所有人都看出了我对你的心思 唯有你不知道 所有人 巫医之所以陷害你 除了要保护我的尸徒 还因为嫉妒 沈兴一送来账本的时候 还给了我一封信 她希望由我 来照顾你的余生 周莺 嫁给我 我从没想过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可以想了 慢慢想 我不逼你 你一个闪甘总督 跟我蹲在这儿 像什么话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才不管像话不像话 你那俩 宫 我 把你